Hello,我是Zabi 今天讲的还是电视诈骗女王万娜马奇的故事 上期影片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陷流了 大家可能没看到 所以现在大致讲下前情提要 从农村出来的万娜马奇母女 机缘巧合走上了电视直播带货的路 通过辱骂观众的方式卖减肥药 竟然做成了带货一减 却因为和黑手党扯上关系 锒铛入狱 所有资产一夜归零 后又攀上喉爵大腿 何开公司东山再起 并孵化出了生命大师的新IP 在保健品市场萎靡的情况下 卖起了玄学 意识到新市场有巨大潜力后 他们有了过河抽白 踢走侯爵的念头 紧接上期结尾 侯爵和马奇母女的战争开始了 但率先攻击的居然是后者 节目上 马奇母女公开嘲讽侯爵是个矮子 甚至还侮辱起侯爵夫人来 都说 祸不及家人 当一方决定越现时 就必须要防备好 对方不死不休的撕咬了 而侯爵本来就不是个大方的人 过去得罪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私下里的战况必定是非常激烈的 导致后来 斯蒂芬尼在节目上公开向侯爵喊话 发下毒誓 要给他致命一击 要知道 两人以前关系轻如妇女 变成这样的原因 坊间流传了很多版本 说是某次谈判中 侯爵抄起棍子 敲了斯蒂芬尼的头 这就摧毁所有的好感了 马奇母女这么草率地得罪了侯爵 在外人看来是件很蠢的事 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后者的能量 以及他背后的事例 要知道 侯爵把在马奇隔壁的那栋别墅 卖给了谢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那可是来来去去 做了几回意大利总统的传奇人物 还有个细节透露了侯爵的实例 他经常改名字 这不是因为他头衔多 喜欢装什么的 而是为了逃避税务调查 表面上 侯爵是房地产商人 其实 他黑白通吃 同时和黑手党家族 证件名人 都有紧密联系 而在1981年 警察突袭了一处黑手党的秘密基地 过程中 找到了一份共济会成员名单 里面就有侯爵的名字 稍微了解过世界隐秘的朋友们 肯定对共济会这个神秘组织不陌生 而共济会直接参与重大犯罪活动 也让共济会的意大利分部 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铺垫了这么久 是不是以为 马奇母女很快就要遭到报复了 并没有 这就是整件事最诡异的地方 侯爵确实有动作 但只是向财政部门和金融警察举报而已 不像侯爵自己 马奇母女确实没干偷税漏税的事 所以警察调查过很多次 都无功而返 然后某一天 这些骚扰突然停止了 侯爵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过 连他在网上的照片都全被撤了下来 可以猜想的是 神仙在普通人看不见的地方打了场仗 侯爵战败了 连存在过的痕迹都被抹得一干二净 马奇母女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幸运地成为了得益者 但也有人说马奇母女最后锒铛入狱 是侯爵在暗中一手策划的 不管别人信不信 至少马奇母女非常认同这个理论 而侯爵的人间蒸发 成了斯蒂芬尼挥之不去的心病 直到现在 他都时不时在网上搜侯爵的信息 可惜从没有过答案 估计他死时连个墓碑都没力 新公司阿西耶成立后 马奇需要大量招募新的华物员 兰迪成功入选 他记得当时一起工作的客服有20来人 都是刚成年的小年轻 大家围在一个巨大的椭圆桌子前接电话 每天早上 马奇母女都会出现 亲自监督他们工作 但两人脾气都不好 他们在时气氛很紧张 兰迪负责大师的彩票业务 很快他就摸清了套路 没组彩票号码 收费8万里啦 当然 这些数字都是乱给的 几乎不可能中奖 于是 大多数人都会打电话回来 要求售后 这时 华物员就要进行话术引导了 说是客人生活中存在负能量 需要大师算一挂 才能找出问题所在 大多数客人听了 肯定心里会咯噔一下 想着惹上脏东西了 赶紧付款 这就是二次消费 找到问题后 又要买大师开过光的护身符 这是三次消费 而整个过程中 华物员还要摸清客户底线 他们愿意付多少次款 进行到第几步会反感 兰迪记得 华物员间也搞了个排行榜 他觉得自己业务能力不差 但榜单前几名 每个月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卖 看来 就算用同一个套路 具体能卖多少还是差别很大 兰迪后来搞明白了 这不是能力问题 而是底线问题 组建了这么个狼性团队 马其母女一个月能猛赚一百五十亿里拉 那可是快六千万人民币了 这也让母女俩前所未有的飘了起来 毫不遮掩的 在节目上炫耀自己的天价首饰 现在的有钱人 买得起一架私人飞机都已经很了不起 但以当时他们的财力 养一整个机队都绰绰有余 能赚这么多钱 大师绝对功不可没 事实上 人们已经渐渐对减肥霜失去了兴趣 马其说 自己一直都喜欢卖美容产品 但学学这个东西 摆在你面前时 你不得不学 没办法 给的钱太多了 斯蒂芬尼自己也承认 当时他们能在电视上取得成功 不是因为产品 而是对生命大师这个IP的营销 要知道 所谓大师 本质只是个巴西来的移民而已 而马其母女却用她身上的神秘气质 打开了超自然世界的大门 意大利人很吃这套 大师成了马其家的异性佳人 她非常感恩 完全没有异心 毕竟生活瞎眼可见的变好了 还赚了足够的钱 在意大利买了栋楼 能把家人接过来住 大师和斯蒂芬尼之间 建立了很特别的感情 两人从最开始的气场不和 变成了后来的无话不说 关系好到 只需要一通电话 凌晨三点都能把对方叫出来 大家都猜两人是情侣 但斯蒂芬尼笑着否认了 彼此性向都不同 真的只是好闺蜜而已 说到这里 斯蒂芬尼神情尽是惋惜 这段关系的结局并不好 斯蒂芬尼说 自己当时早该警惕了 因为大师了解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但大师的生活 她却一无所知 真正好的关系怎么能这样呢 她早就被人防了一手 回到工作上 有一个概念 马其母女是极力避免的 那就是给大师贴上通灵者的标签 但这其实有经过商业考量 那个年代通灵者遍地都是 而且特别容易被打假 所以马其母女 让大师往好运和预言方面考 这样他们就能卖转运仪式 爱情仪式 甚至还有什么珊瑚仪式 等等的怪名字了 这样的产品比通灵好多了 操作简单 花样还多 更不用承担被拆穿的风险 这段时间唯一的问题是 马其还是改不了自己喜欢骂客人的毛病 卖减肥产品时 观众还能理解成 马其是为自己好 现在变成卖魔法仪式 骂客人就出问题了 那些打电话来投诉号码没中奖 或是仪式不起作用的客人 马其通通以更强硬的态度骂了回去 甚至还附上诅咒 希望他们厄运连连疾病缠身 这些都是相信气运的人 现在花了钱还被诅咒 后果可想而知 马其瞬间多了一大批黑粉 但她还是在电视上嚣张的回应 同行谈起马其母女时 半是佩服半是嘲讽地表示 要想成为万纳马其 不仅要有天赋 还需要鲁莽和对危险的麻木和轻视 马其母女给自己搭建了一座魔法城堡 他们躲在里面 互相鼓励着 任何人都无法攻破 但这世界是讲客观规律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报应在马其母女无法察觉的地方 正快速积累着 一名受害者接受采访 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身陷套路中的 当年他们家孩子有毒品问题 上瘾这种事很让人绝望 劝都劝不动 又不忍心大意灭亲 所以当她看到电视上 生命大师的仪式时 这位母亲动心了 一开始也只是做了次咨询 但很快她就陷入了连环套路里 又是仪式又是符咒的 每周都有新项目要消费 还一直被告知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会有糟糕的事发生 层层加码 加上道德绑架 根本不让这位母亲 有冷静思考的空间 家里存款很快用完了 这位母亲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 只能选择去出卖身体 现在回想 她觉得整个过程就像被敲诈一样 马其后来把这种敲诈行为 归结为是对人性弱点的利用 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幻觉 或者说是希望 那些把自己吊起来的人是真傻吗 不 他们是希望涨高 同样 买彩票号码 买仪式的人 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韭菜 他们追求的是财富和好运 为了满足人们对希望的需求 马其他们后来推出了圣岩 作用是能提高气韵 顺便能检查出家里有没有负能量 有的话 大时就能对症下药了 圣岩和号码一起寄到家里 客人需要按照要求 把圣岩放在杯子里 封闭放在橱柜一周 但每到开讲日 还是有很多电话打过来说自己没中 怎么回事啊 这时客服就会引导 你确定严格按照指示 把圣岩放在杯子里了吗 然后就按流程进入套路了 没放 那就再倒回去重买号码 放了却没中奖 那就是家里有负能量 需要大师做法了 在这套商业模型里 华物园最好是个工具人 完美执行就行 可兰迪偏偏学会了独立思考 某次客人打电话来说没中奖 是不是炎没融化的原因 兰迪却非常老实的解答 这是正常化学现象 水没放够 溶液已经饱和时 炎自然就会停止融化 没想到斯蒂芬尼此时正坐在对面 听到了全过程 斯蒂芬尼大发雷霆 把兰迪狠狠骂了一顿 此时的话术应该是 家里有负能量 需要大师做法 这时兰迪才意识到 他们在进行的是诈骗 而自己成了帮凶 很快兰迪就离职了 从那以后他粉转黑 逢人便说自己在公司见到的真相 就如前面所说 当马其母女作恶却不自知时 报应就以他们想象不到的方式 从四面八方快速积累 没过多久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2001年 71岁的老太太福斯卡 接到了一通特别的电话 是马其华务员打来推销彩票号码的 并保证 能有很大概率让他成为百万富翁 电视名人给自己打电话了 福斯卡特别兴奋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家女儿 女儿的第一反应是 嗯 阴脆思听 大名人是通过什么方式 得到了一个70岁退休妇女联系方式的呢 福斯卡马上回想起 自己在很多很多年前 买过马其的产品 福斯卡的一对儿女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知道马其团队玩的是什么东西 当时有个很热门的打假节目 叫抽丝剥茧 风格挥谐搞笑 深受国民喜爱 听到这件人爆料 节目组立马行动起来 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全程跟踪 让福斯卡作为卧底 把马其团队的套路调出来 果然 从彩票买到圣岩 再到转运仪式 套路越走越深 波斯抽检节目组 在福斯卡家里装了隐形摄像机 主持人甚至躲在厨房里 等着生命大师亲自到场做法 抓他个正着 没想到 结果更过分 大师根本没露面 来的只是个快递员 还是来收取转运仪式费用的 他说大师已经远程发工 把霉运清除了 福斯卡感受到了深深的背叛 当即表示不会付款 还打了投诉电话过去 要求他们给个说法 说到这里 又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庙了 按理来说 投诉电话都是花务员负责对接的 但那天 斯蒂芬尼刚好有事来公私 鬼使神差的 亲自接起了话筒 大家也知道 斯蒂芬尼的脾气炸裂 一看福斯卡不愿付款 当即语气就中了 你知不知道为你这件事 我们全体员工24小时没睡 大师现在 法力消耗过度陷入了休眠 而你居然还不想给钱 福斯卡还是不信 态度坚决地表示 就算是好了 自己也从没要求过这些 意识到这钱收不回来 斯蒂芬尼当场撕破脸皮 开始诅证福斯卡 你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的邪恶 我希望你以后永远睡不着觉 他当然想不到 这场对话 被抽丝剥茧的摄影机 全部记录了下来 直到今天 马其母女都一直认为 自己没做错 福斯卡才是坏人 害得他们坐牢 该下地狱 最新一期的抽丝剥茧播出了 高潮迭起 反转不断 精彩程度堪比电影 落款放在了斯蒂芬尼那句 我希望你以后永远睡不着觉傻 尤其阵容发聩 唤醒了每个 对马其母女还心存幻想的意大利人 那期节目收获了1700万的观看数 比国家队比赛还多 这就引发了连锁反应 不仅是马其母女 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中 他们代表的整个行业都受到了冲击 人们再也不相信电视购物了 但母女俩还是按照以往的处理方法 骂他们的声音越大 他们就以更强硬的态度反击回去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这招不管用了 质问的声浪越来越大 可母女俩并不相信 这是人民的声音 而是下意识认为 有人在背后搞了鬼 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他们瞬间想到了一生之敌 侯爵 事实上 调查记者们都不认为 这和侯爵有关系 毕竟他可能早就无了 这件事反倒印证了 马其母女的傲慢和无知 他们大心里不相信 一直以来割得那么顺畅的韭菜 居然会不乐意 会跳出来反抗他们 而且他们也不理解 像抽丝剥茧这样的大型节目 普通人凭什么只会得动 但抽丝剥茧之虽火 正是因为他们致力于为普通人发声 不管谁提供线索 只要接到爆料 而且内容真实 最重要是符合公众利益 他们一定会全力跟进 认知上的偏差 导致了马其母女一步错不步错 不仅是观众 连电视台也把他们抛弃了 马其所有的节目都被下架停播 我不担心 除了抽丝剥茧咬着他们不放晚 金融警察也展开了正式调查 这也给了很多受害者 站出来爆料的勇气 他们遍布全国各地 抽丝剥茧节目组通过一一走访 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细节 圣言价格是不固定的 从几百万到几个亿里拉度等 完全是根据客户背景不同 看人下财 趁受害者在情感最脆弱时 榨干他们全部身家 阿西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 工作人员像是连夜逃跑般 物品几乎都没带走 话筒就像受害者的脚绳散落了一地 仿佛是史诗里的庞背古城 定格在了灭亡的那一刻 甚至都没人想起要把电脑搬走 里面储存着所有的客户数据 超过30万个名字 都是诈骗的潜在受害者 这等于把最关键的证据拱手交给了警察 整件事从节目曝光到发酵再到公司倒闭 生命大师完全处于懵逼状态 他自己的原话是 但动物在遇到危险时都有感知 何况是人呢 大师反应过来后的第一反应是 赶紧逃啊 他给斯蒂芬尼打了通电话 说自己打算进警 准备断绝所有关系 离开一段时间 但鉴于和斯蒂芬尼亲如姐妹 他许诺会定期打电话联系的 没想到 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通话了 大师准备连夜逃回巴西 他把在意大利的所有家当收拾好 塞进了一个集装箱里 走水路运回老家 搞笑的是 虽然大师人逃回了巴西 集装箱却被当地海关截住了 和金融警察取了联系后 用原封不动的发回了意大利 打开一看 集装箱俨然像个精装小单间 家具地毯 照片电视古董 现场拧包入住都是没有问题的 20年过去了 马奇还是没能原谅大师 这么久了 别说道歉 大师从没联系过母女俩 连一封明信片都没寄过 其实大师自己也很后悔 这么多年他想联系 却一直没能鼓起勇气 2002年1月24日 以诈骗和勒索罪名 马奇母女正式被金融警察逮捕 同时被带走的 还有马奇的男朋友 坎帕娜 这位大哥确实没得说 一直陪在马奇身边 两人在2017年还正式领了结婚证 当然在工作上 他负责数据管理 也属于从犯 逮捕行动的代号叫研磨 是为了感谢抽丝剥茧节目组的贡献 节目有个很有意思的环节 当他们抓到骗子后 会给骗子颁发一个金磨 或者研磨的奖杯 表彰他们做出的错误示范 这个磨做的特别漂亮 所以骗子下意识会接过来 像自我认证一样 马奇母女坐了两个月监狱 又居家软禁了10个月 终于等来了调查结果 从96年到01年间 马奇母女总共诈骗了610亿里拉 而且很多证据显示 这并不是全部 涉案金额如此巨大 为什么在老太太福斯卡之前 从没有人发声呢 这就涉及到了受害者心理 羞耻 谁都不愿把自己被骗的事说出去 这和当众承认自己蠢 没什么区别 尤其对方来上一句 这你都能上当啊 很伤自尊的 所以有人也说了 哪怕是最讨厌的死敌 我都不愿她遭受这样的迫事 搜集完证据 检察官正式起诉 他们提出了一个认罪减刑期的交易 承认错误 刑期当场历减三分之一 大部分员工都接受了 其中就包括生命大师 要知道 所有被告里 对大师的指控是最严重的 马奇母女都比不上 因为整个套路 就是以她的IP为噱头 她稀里糊涂 被顶在了最前面 所以 大师划跪着认了错 一是觉得 凭什么给母女俩挡枪 二是真怂 当然 她不可能承认 所以嘴上说的是 认罪算是给那些 感觉被骗的人一种补偿 这句话的重点词 在感觉 换句话说 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 更气人的是 大师认罪时 她人还在巴西 实际上 她一天也没在监狱里待过 最后 坚持不认罪的只有三人 马奇母女 和硬着头皮上的 卡帕娜 然后整个故事最高潮部分来了 母女俩不仅不认罪 她们还想做最后的决战 而且是以她们最擅长的 电视直播方式 申请公开审判 在所有观众面前为自己辩护 推翻法律 这正是马奇家女人会做出的选择 她们永远相信自己 这种自大还表现在了 她们对律师的选择上 辩护律师后来接受采访时承认 她被选中 并不是因为业务能力出众 而是母女俩觉得 她外形不错 能吸引观众主意 2004年5月4日 审讯当天 这种严肃的场合 被搞成了真人秀 马奇母女在造型上 花了很多功夫 加上帅气的律师 出场自带10米高气场 她们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却根本意识不到 审讯并不是一场儿戏 没有人会配合她们表演 斯蒂芬尼后来终于承认 以为自己能主导审判的想法 太傲慢了 这是她犯过最大的错误 可惜的是 因为羞耻心理 30万名受害者中 只有70人发起了诉讼 最后坚持下来的 更是只有23人 虽然很唏嘘 但留下来的勇士 却讲出了 她们足以让世人震惊的惨痛遭遇 而这一个个鲜活故事也说明 相信玄学的并不都是富翁 更多是走投无路的普通人 病急乱投医 有人身体残疾 有人看着孩子逝去 有人为了家庭幸福 偷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有人当场心脏病发 被救护车拉走 更有人坦诚 自己这次是想来自杀的 这一个个绝望的故事 让现场鸦雀无声 马亲母女也不敢再狡辩 但也没表现出 丝毫同情和悔意 拒绝所有眼神接触 大拉着脸好像一切都与己无关 用沉默嘲讽受害者活该 只怪他们太蠢 有人回忆起 母女俩这样的态度让她很生气 控制不住想当场做点什么 让他们遭受身体上的痛苦 但仔细一想 这太浅了 杀了人反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真正的报复 是让他们感受到和自己同样的痛苦 抱着希望 再一点点绝望 轮到马其为自己辩护时 他回忆起了悲惨的童年 然后哭着 对受害者表示了同情 但那种态度仿佛在质问一对 曾经甜蜜的情侣 为何今天会对簿公堂的感觉 但这都是演出来的 因为她的痛哭没有眼泪 记者清晰记得 马其上台前 律师在擦身而过时 小声对她说 万娜快点哭 而马其说的那些话 都是他们事先准备好 改过了好几稿的 结果马其白哭了 她说的确实真心实感 证词却仍然没有半分悔意 而她能哭出来 正是因为 她从心底相信自己无辜 她认为自己是 无所不能的万娜马其 扭到连运气都可以卖出去 这是高明的商业行为 引领了整个行业发展 而那些认为自己受骗的人 马其扭曲地认为 每个人都是骗子 比如镜头后的导演 打着采访的幌子 其实是为了自己赚钱 2006年 经过了两年的漫长审判 结果出来了 马其和斯蒂芬尼 都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砍判纳作为从犯 也被判了四年 光是他们要赔偿的金额 法官都读了整整五分钟 总金额超过了200万欧元 此时母女俩内心还是乐观的 以为最多也就判个两年 实在不行就一直上诉 可他们再次失算了 几轮上诉后 两人的刑期只被捡了几个月 收到最终判决那天晚上 律师给母女俩打了电话 让他们准备准备 接受逮捕吧 出人意料的是 马其母女没有逃 虽然坎潘纳很早就准备好了 去西班牙的撤退路线 他们收拾好行李 给粉丝哭着 录了段视频 大致意思是 万难马其永远不会逃避 希望粉丝们耐心等他们回来 母女俩被关在了同一间牢房 这让所有苦难 看起来变得能接受了 最重要是 能有彼此陪伴在身边 但没过多久的某个晚上 警察强制带走了斯蒂芬尼 只给了他十分钟时间 和马其做最后道别 母女俩根本没来得及说什么 最后十分钟抱在一起哭了过去 冥冥中似乎真有天意 给了他们希望 又让他们滑落绝望深渊 两人被关在了不同的监狱 平时根本见不到面 马其把对女儿的思念 转化为写作的动力 甚至写起了童话故事 就像大多数母亲 都会给孩子做的那样 回顾和女儿相处的岁月 马其很是内疚 因为他一直把女儿绑在身边 没给女儿自由 但对于斯蒂芬尼来说 这份自由他似乎从未渴望 从出生开始他就明白了 是自己和母亲对抗全世界 这也让两人 有着超乎寻常的亲密关系 那不是一种正常的母女关系 更像是一对恋人 像一对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的士兵 在深山老林中一直前行 路上他们彼此鼓励着 一次次跌入谷底 又一次次满血复活 只要对方还在 他们就能左脚踩右脚 一路赶下去 所以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 质疑 审判 任何的舆论羞辱 任何节目打架 都成了他们继续战斗的理由 在评价马其母女的复杂人生时 所有受谎者都不约而同 用了很浪漫的说法 华尔原兰迪评价 在这段故事中 他不能简单说 自己是万难马其的前员工 因为他们做了坏事 自己就辞职了 这段故事值得好好讲述 而同行把万难马其 比作电影《日落大道》的主角 诺马 一个末片演员 在自己的时代过去后 梦想破灭时 仍然会说 电影院变小了 但我依然高大 马其母女有没有隐藏的财富 这是最后一个迷思 很多人觉得有 但他们找不到证据 面对质问 马其骄傲地回答 你知道万难马其 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吗 是斯蒂芬尼 它是我生命中 唯一珍贵的东西 是无价值宝 马其的笑容是那么真挚 就像当年 他在电视上说出 要退出节目时一样 所有观众都感受到了 他的真心 故事结局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马其母女复兴六年后 被释放 但他们从未展现过回忆 生命大师在巴西 据说又回到娱乐圈工作了 2022年8月 马其失去了他的伴侣 现在母女俩 会在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 两边跑 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 讲这个故事 并不是提倡大家 去爱上这对奇葩母女 卖保健品 搞玄学 割韭菜 这些是我们要强烈抵制的 就我个人而言 感受最深的 是母女俩强大的精神力 几乎做到了扭曲现实的程度 也属于是人间奇观了 插句题外话 大家可以关注下这个新开系列 主要讲奇葩的真实商业故事 可以边看狗血情节 边学商业真相 看评论 感觉大家还是蛮喜欢的 但最近两期 流量突然掉的很厉害 说明有些事可能不让讲 这种题材可能会被先留 更新了也没有提醒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 可以打开小铃铛 或者经常来首页看看 点开播放列表 然后多留点赞 我肯定会一直写下去 希望和大家共同成长 感谢观看